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方家伟 花莲是萨基拉雅族的火神祭 1号的晚间是在国府里萨基拉雅族的祭祀广场隆重的举办 武色使者引燃的火把,象征性的邀请萨基拉雅族的祖邻 从美伦山而下,享受后世族人的奉事 祭典并模拟了144年前的达顾湖湾事件 秦兵和部落族人的交战,烽火连天的场景 花莲市是萨基拉族早期最大的居住地 144年前达顾湖湖湾事件而惨遭灭族之祸 幸存的族人引盾至阿美族聚落 直到2007年才证明成功 祭典在武色使者引燃火把之后 正式开始火神祭典 战后114年 萨基拉雅 火神祭 巴拿巴人到 县长表示火神祭每一个流程严谨且身具意义 除了缅怀勇敢的原住民先民 更是提醒族人不能遗忘 祖先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战役 其背后的意涵 这个火神祭让我们缅怀我们的祖先 知道我们的历史 让我们自己的一代一代的文化传承 代代来努力 代代来相传 在这里祝福萨基拉雅 施帆燕茂 花莲市长魏嘉贤受邀为萨基拉族的祖灵 到了66杯酒 魏嘉贤表示萨基拉族人 以火神祭典来缅怀历史所发生的一切 最重的目的就是希望后人能够知道战争的可怕 以担任市长最后一个任期的最后一年 来谢谢我们过去萨基拉族 这样尽心尽力的维护族群的文化 那我们也期盼为了更多年轻朋友们都能够了解自己的文化之外 捍卫自己的文化 县长徐政卫 花莲市长魏嘉贤 前总统府发言人古拉斯 以及各民意代表也都到场致意 为了纪念一百多年前灭祖的事件 族人以火神祭的方式象征族群因火而亡 火里重生 火神祭也是萨基拉族一年中最重要最盛大的传统基点 记者林杰 花莲市采访不到 花莲市采访不到